十大美好生活城市 青岛 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 扬帆启程的青岛充满热情 这里是国际性港口城市 也是滨海度假旅游城市 大调查发现 青岛人更爱生活里的烟火器 休闲时间外出娱乐 他们喜欢聚餐吃夜宵 海鲜 啤酒 生活超爽 除了吃 他们还喜欢看剧观影和逛夜市 夜经济发达的青岛 也是运动达人的聚集地 选择运动健身的人群比例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健身在青岛 似乎是男人的天下 他们对健身的消费欲望 超过女性一倍有余 不仅如此 这还是一座阅读之都 忙里偷闲的人们 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 超过全国三十六个大中城市的平均值 懂生活的青岛人 努力工作为什么 大调查发现 在为了赡养父母这一选项上 青岛人高出全国平均值十个百分点 崇尚孝道的这座城市 幸福感最高的 也是四十六至五十九岁的中老年人 实际上 青岛人普遍幸福感挺高 高出全国均值的近十三个百分点中 是热爱生活的态度 这也让青岛进入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列 另外 爱玩的青岛人 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文化娱乐消费增长的趋势 2020年 仍有将近三成的人表示 在文化娱乐上要增加消费 在针对本地治理能力和社会服务的21项满意度指标中 青岛人主要对社会救助 医疗服务 收入水平 就业环境 以及政府办事效率比较满意 这几项指标的满意度都高于全国均值 你看提到青岛 我们以往会想到海尔 海姓 还有青岛啤酒 海滨 对 海滨之城 喝啤酒 吃海鲜 包括我身边的青岛的朋友 每次说到自己的家乡都无比的骄傲 说我们青岛是世界的青岛 你冠哥对青岛的印象呢 夜生活 休闲之都 还有洋气 因为青岛整个的像八大关等等 当年的这种德式风情的一个历史的痕迹 那另外一方面呢 包括今天的青岛 碧海蓝天 黄墙红瓦 给我们的这种海滨之城的那种浪漫的气息 确实是印象非常非常的美好 但今天青岛是不是刷新了我们对他的认知 因为他多出了有一个像 在赡养父母这一个选项上 青岛人高出了全国平均值近十个百分点 但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我对大多数的山东人印象就是 顾家 顾家 而且他们非常孝顺 在赡养父母这件事上 可以说传承了历史 然后在今天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是的 所以崇尚孝道也成了青岛的新名片 并且我们发现了 大家要查发现了 幸福感最高的青岛的人群是 46岁到59岁的中老年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再去一次青岛 可能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连线一下青岛市长来看看 能带给我们哪些关于青岛的讯息 市长您好 您好 主持人 请问第一次入选到中国美好生活城市的榜单 此刻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在青岛入选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 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高兴 那么对于我们城市政府全面的检视自己 非常有帮助 那您怎么看待老百姓选出的这些满意项 那么这个评价结果呢 这个确实由我们平时的工作 得到了市民充分认可的这样一个原因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要头脑清醒 要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还有一些指标 是低于全国城市平均值的 我们还需要好好的努力 要不断更好的发展经济 让广大市民能够有更好的就业 更高的收入 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让市民在衣 食 住 行 游 购 衣 育 文 教 提 养 等诸多方面更加便利 更有品质 更好的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好 谢谢市长